发言人您好 中心社记者提问 近期武汉市一处名为台北路和台北派出所的地名 引起了台湾岛内的讨论 有网友发现台北路的尽头是解放大道 有台媒声称这里面暗示意味浓厚 包括武汉在内的大陆多个城市均有以台湾不同县市命名的街道 台北等城市也有以大陆城市命名的街巷 近年相关的话题讨论度颇高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可能我们两岸最常见 最同名的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城市在大陆还是台湾 都有中山街或中山路 对吧 一座城市的街巷地名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见证 在台北大家可能会穿行在成都路 洛阳街 厦门街 那我们在武汉有台北路 在青岛有高雄路 在上海有基隆路 在南京有花莲路 不仅如此呢 过去数百年来 一批批的鲜明横渡海峡移居到台湾 在海峡两岸也形成了众多的同名村 比如说在台湾就有九个泉州 四个安西 有六个海峰 在重庆呢 有二十六个村镇和台湾的乡镇同名 正如我看到有网友说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 那每一个同名村呢 也都是两岸同根的源 这些路 这些村 是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乡愁 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连结 是两岸共同的历史印记 我们期待两岸的网友一起分享这些路 这些村背后的故事 一起去发现在大陆的台湾 发现在台湾的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